本节目由老中网与牛角融媒体联合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Sonia 我今天呢 要带大家来吃的是一间 Bruns 它叫做Mission Beach Cafe 这间呢 是位做在Mission区的早午餐咖啡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 11点多来的 所以它现在是早餐时间 那两人之后就晚餐时间 哈喽 Let's go 然后呢这间就是 也是我的口腔名单 就是我已经来了 大概四五次了吧 然后每次来呢 就如果是在早午餐时间的话 我就一定会点他们的那个French Toast 等一下拍给你们看 因为他们叫French Toast 真的很厉害 我们饮料已经上来了 我点的是Ice Latte 我每来就是必点这一杯 美国人常喝的咖啡 就我平常在一般早餐店点的咖啡 咖啡味都是比较偏重的 这间的咖啡味就是 咖啡跟牛奶融合的很好喝 然后呢 我们还要点一杯 就是现炸的新鲜葡萄柚汁 葡萄柚汁会有点苦苦酸酸 然后再一点甜甜的 对 吃现炸的 好喝 再这道呢 是我每来必点的 乌里欧修法式吐司 它很厉害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糖浆 不是一般的糖浆 它是Burban syrup 然后再来它的面包 因为我刚刚说过的它是乌里欧修面包嘛 它其实吃起来很像千层面包 就是我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看到它的面包非常地松软 它面包吃起来很像鲤鸭棒 就是那个口感一模一样 里面就是松松的 然后很香 再来这道呢 它是Half Banning Brunch 它Banning极客蛋有四个选择 那小编选的这个呢 是Crab的Banning极客蛋 然后苏可以再另外选两道你要的 我们选的这个是Alfcato Toast 跟这Asparing with Cauliflower Spray 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它吃什么口感吧 现在吃它最主要这个 Banning极客 你要拍到它蛋黄剥开的样子 好开心喔 它这边的蟹肉棒 我刚吃一口有柠檬的味道耶 然后吃下去那个香气在酒吧里面散开 很好吃耶 调拿入我 就是就今天吃过最好吃的 Banning极客蛋名单里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Toast 我们一般呢看Alfcato有没有成熟呢 就是要看它能不能压扁 然后完整的涂在吐司上 面包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 法式面包就硬硬的 好像 但里面又有点松软 可以啦 还要爽 可以再加盐吧 因为它的这个乳笋就是很清爽 没什么味道 然后后来的菜里就是 它是白花椰菜吗 Caulie flower 所以它的菜里味道也没有说很重 这一间呢它是属于复合式 比较新式的美式导午餐 它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是去做组合 Sausage 蛋 然后这样去做组合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吃他们的正餐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正在演意外的好吃 因为这间比较有名的是它的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大家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跟我说 你们还想看我拍哪类型的影片 因为我会去留意你们想看我吃什么 像之前网友跟我说 想看我拍brunch店 然后是巧克力店 那我就会尽量去找这样店的题材给你们看 那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就想看我吃什么店哦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支持羊带地公买 支持羊带地公买